郑玉玲与黄子华久违同框,亲密搂肩笑容灿烂,曾被曝单恋对方多年。 1月25日,知名女星郑玉玲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一组合影,并透露自己采访了好友黄子华。 由她主持的电台节目《口水多过浪花》,最近邀请了黄子华来当嘉宾。 曝光的照片中,她穿着浅色高领毛衣,下身搭配牛仔裤,再配上一头蓬松的头发,打扮休闲。 已经64岁的她,皮肤白皙,身材苗条,保养得还不错。 黄子华穿着一身黑色衣服,脸上戴了黑矿大眼镜,造型文艺泛十足。 她也有61岁了,但非常显年轻,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一大姐。 两人亲密搂肩,面对镜头笑容灿烂,可见久违同框的她们,心情非常好。 事实上,郑玉玲与黄子华相识多年,私下关系一直非常好,女方甚至被曝单恋男方多年,但遭到男方无情拒绝。 郑玉玲受访时,掩饰不住对黄子华的欣赏,她承认与女方恋情曾因黄子华带来冲击,对方在她心中有着非一般的分量。 前几年,TVB想找两人拍摄另一部电视剧,本来已经不演电视剧的郑玉玲,一听到搭档是黄子华,立马就答应了,可惜黄子华档期无法迁就。 如今,郑玉玲与黄子华都已进入花甲之年,两人均工作量大减,想看到她们再度在荧幕前演情侣,估计非常难吧。